Hello,大家好,我是小胖 欢迎大家来到小胖跳水医治 嗯?嗯? 发现没有小胖剪头发了 感觉还不错吧 我自己感觉身高到180了 好吧,用个正传,说一下今天的训练 那今天早上六点半呢 本来是有早操的 那就没去,懒了一下 昨天不是把手划伤了吗 然后又有点累 然后又放了体能师的鸽子 也没有给他发微信 没有发打电话啥 哎,微信,好像没有微信了 就没有他联系方式了 等着明天再跟他说 再给他解释 那下午的正科训练呢 就跟搭档配了双人 练习了两个咨询动作 单人的咨询动作 今天的双人训练成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无论是个人动作的质量 还是说两人的配合 其他人的莫及 都还是比较有进步的 因为跟他配起来的话 其实他恢复也没几节课 那双人的话也就练了两三次 那在今天跳五一五四的时候呢 哎,打腿的这一下 就同步性也比较好很多了 这是也是比较我欣慰的一点吧 那你说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双人规定的时候 其实规定是简单动作 那简单动作吧 反而要说比他不太急 那也可能是因为动作简单 两个人能让思想的话 这跟弦没有紧起来 所以还是要注意 随着之后的练习的话 还要专门去盯住自己的 那单人动作的训练呢 我自己感觉今天就稍差一些 那首先我是练完双人的之后 再练的单人动作 其次今天跳的三组自选的话 对自己来说是老肉的完结 那主要问题呢 还是在主管起跳一跳 节奏不太好 用版本用的不够充分 那之后的话还是要在路上多进行练习吧 希望能找到一些更合理的技术 去进行练习 那今天的训练呢就讲到这里 那明天的训练计划 还是会以双人为主 那双人结束之后呢 一跳一个转体动作 我们受过比赛中难度最大的一回头 5156 向前翻成两个版转体三周 那这个动作呢也是很久没有恢复了 所以的话也是要 集中精神把它做好 今天也早点休息 让自己有个好的体力完成明天的大强度训练 那今天的挑选知识点呢 就分享自选什么 自选动作就是我们挑选运动员 在比赛中使用的动作 无难度限制 那男子呢自选动作有6个 女子呢自选动作有5个 那我们所有的运动员呢 都会围绕着比赛动作 自选动作来进行练习 那你现在知道什么叫自选呢 就是比赛动作 好了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是小胖 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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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